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的全年杂志 欢迎各位关注 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盘呢 是这个争冠区的一场对决 是吧 是江苏队对龙园名城杭州队 也是一盘主将战 因为这个第二回合是设主将的了 是他前面2比2 对 上回合2比2 总之第二场的主将就是要紧 那2比2呢 怎么更要紧 他只要一赢 在后面三盘赢一盘就行了 就晋级了 那么争冠区是这样子 今天获胜的队伍呢 就是上升一步 将要挑战这个三四名的队伍 对 上升一步以后呢 要下到底了 他那个我们那个联赛啊 好像是要决第五第六名的 一上升以后就已经前六了 前六了就是说你 在上面再输你也不能走 留着也要决第五第六名 好的 那么这盘棋还是很关键的 这盘棋是丁浩的 对 我们先看看 看棋之前先看一下 两位对局者的一个采访 其实我这次来到这之后 现在是五胜三负 也不算是很好的成绩 不过相较于 我之前的战绩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我今年 就是我自己下了 最满意的一次比赛了 但是还是希望之后的比赛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今年吴光亚和夏成坤的状态 不如去年那么好 所以说去年 去年是就是整体状态都特别好 所以说还有机会争管 今年客观一点 还是就是能进前八就挺满意了 现在说 我们丁浩近几年也下过很多次棋 感觉也是很强劲的对手吧 希望明天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我们队反正就是能进前八 就是感觉已经挺满意了 后面反正就是觉得 也其实也没什么压力 对成绩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反正就是下好自己的棋吧 就是也没什么压力反正 好的 刚才看到两位棋手采访 米于婷好像是最近状态有所 一开始不太好 最近是有所回升 应该说他这几年 就是对大的环节来看 他这几年应该对自己都不是太满意 他曾经是等级分 倒拿回第一的 对 那次好像是跟柯杰是并列第一 但是现在呢 这几年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成绩 跟柯杰比越差距越来越大 对 今年联赛他说还算 他下了个5比3来之前 他就觉得挺满意的 刚才采访了 他今年总成绩 前这个15轮是8胜 赢了8盘 8胜呢也就700 对 在前面来这个成都之前 他说是5胜300 刚才采访 那个丁浩是00后的 对 00后里面 天天出生的棋手 00后里面 应该比较特殊的棋手之一吧 他应该在 我们称他杭州 我也记不住什么 对 我们就叫杭州二队 我比较熟练的 对 因为除了这个叫龙元名城杭州队 还有一个苏贝尔杭州队 苏贝尔 还有一个叫龙元名城队 这个丁浩他们就是龙元名城队 就相当约2队吧 他是绝对的主力 那是的 去年前年都靠他才 丁浩也是上一赛季的 维甲的MVP呀 非常厉害 而且去年龙元名城队 是联赛的亚军 对 正好冠军就是苏贝尔队 去年等于是杭州队 包揽了冠亚军 这里面就像杭州二队呀 或者是龙神什么 元队啊 那个有完全是丁浩 起了很大的 当然了 他这个MVP是吧 还是占据非常的出色的 这位是黄云松 黄云松在电脑上下 多半是都有外援 今天这个浙江队上海 也是宝级大战 今天获胜的队伍 就能够率先上岸了 对 王新浩 对 这是04年的选手 嗯 这个应该是维甲里面 这个是最小的一位了 应该是 他跟那个 陈豪新不知道 生日我比不清楚 就是都是04年 我们现在有两位选手 在下维甲主力的 一个就是他王新浩 还有一个是陈豪新 这位是蒋锡润 这位是上海队 今年的是新兵 黄明宇 黄明宇是02年的 对 曾经带他去 参加那个马来西亚的青少年比赛 那时候还很小 还是个孩子 这李维钦 对 李维钦现在也是成长为上海队的主力了 主将 他是00也是00后的 就是刚才是张涛 李维钦大家也可以多加关注 我觉得也非常有希望 张涛 张涛拿过CETV杯冠军 对 这浙江队的应该 所以李维钦 也不好下 都很强 胡耀宇八段 胡耀宇呢也是 他们哪个是主力 童梦成 理论上是主力 应该是主将 不是他们这盘不是主将 胡耀宇这盘不是主将 那要不就是 谭笑那盘主将 应该是不是李维钦那盘 我不能确定 那浙江队用张涛做主将 我不能确定 我觉得浙江用谭笑做主将 或者用洪蒙城做主将 我认为 我看一下 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 是李维钦 张涛对李维钦 浙江队用张涛做主将 那张涛还赢了 输了 输了 对 好吧 那浙江队排兵步骤没搞动 我以为是 总是同梦成和谭笑的主将 嗯 李老比较关心这个 嘉宾的队伍 好的 那我们回到这盘棋 我们看 李怡婷和丁浩 他们俩应该都等级分 前十命的选手 丁浩现在应该是 第十二位 第十二位 对 零零后里面应该他等级 我觉得他迟早要进前十 我觉得他进过 他呃 为什么呢 今年我们有一个日本的一个 一个比赛 嗯 日本的一个少年儿童的 不也不叫少年 他们叫青青年队 那个 哥罗碧四杯 那个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个规定 就是说我们拿过 成绩的 就冠军的 选手 我们不出的 因为对方也是出了年轻选手 还卸了年龄 嗯 然后呢 我们中国队呢 除了献年龄 还献了成绩 那丁浩呢 就是因为成绩被献了 他拿过冠军 对 丁浩拿过这个 CETV冠军 CETV冠军 丁浩可能也是00后里面 等级分最高的选手 应该是啊 00后 不知道 哎 廖元赫 可能没他高 是吧 哎 谢科呢 谢科应该也没他高 对 他们这是 你说的这几个都真的都是 00后里面最 佼佼者 大家都记住他的名字 一个丁浩 谢科 谢科 调元赫 对 李维青 嗯 这个都是希望之星啊 还有 还有伊林涛 哎 就是00后 00后 也等一分也很容易拿过冠军 确实这一两年好像 他连赛成绩也不错的 是吧 他曾经连赛有个九连胜还是 对 他有一年连赛下的特别好 那年他还拿了新能王 嗯 这个定势也是 白旗尖顶也是很常见的 开局 对 也是都要我评论 也是原来不肯 现在都肯了 好像在AI眼里 这个定势是正常的 都不会 他有一点跟我们还是判断一样的 就这两个定势之间有点很接近 看到吧 这个脱退定势 哎 脱退以后才这个 跟刚才那个定势 对 就是这个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 黑旗比刚才要稍微厚一点 是吧 但是白旗呢 目数也多一点 在这一点上 人和那个AI判断还是一样的 嗯 都是觉得白旗这个更好一点 哦 白旗这个另外好一点 这个人和那个AI的判断啊 但是呢 AI认为这个定势呢 白旗好一点 所以这个也能接受 我们人类呢 是觉得呢 那个是普通定势 嗯 这个不可接受 它呢 都往另外一个地方 稍微偏了一点 对 但是 更喜欢看脱退的形状 那是没有变化 AI对这个定势来说 就也只是判断 白旗可以下 人类判断是不可以下 就这个区别 但是两个相比来 都是更喜欢脱退 哎 人类喜欢脱退一点 AI和人都更喜欢脱退啊 嗯 直接点 点33 点33就不评论了 哎 这这步是因为针子有力 也不是因为它飞刀有研究 有时候我们看啊 如果飞这个 针子如果不力的话 嗯 这样是邀请 只能说你对这个有 有球战欲望很强烈 或者你对某些有研究 但这盘棋应该不是 这个是堂堂正正的飞 因为那边 黑旗针子有力了 对 针子黑旗有力吗 也不一定有力啊 我在看一眼 虽然黑旗那么多子 您说的针子是这个 嗯 感觉上黑旗针子有力了 断 剪 长 斑 断 断 打了 这个 哦 还真是打这个 这个针子怎么样 现在还是能针掉了 现在还能针掉 但是你如果一拖 黑旗针子先煎一下 就针不掉了 对 它刚好吃到这 再吃这个 是吧 然后把它针掉 嗯 但是你问题是 就实际上就针不掉 为什么 你再拖那一刹那 它有时间做工作 你如果这么拖 它这时候煎 啊 就解决 所以这是政治有力的情况下 嗯 没问题 这这不是邀请 这是你要是真的一拖 就中计了 哎 你一拖 就麻烦了 它如果真的一煎 你就不好办了 嗯 所以这是必然的 起码 是这么下的吗 对 这样 就这个定式 这都是 原来在我们 我的微信生涯里 这都没怎么见过 现在就是 就跟我们原来那个 最普通的经典定式一样 就就就经典定式了 这个流行的很快呀 啊 现在看到这个 已经不奇怪了 反正 这一飞 然后呢 这个定式 大家都太熟悉了 嗯 这盘棋 白棋又 可以补一个 补雷手 很扎实 补雷手很大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然后黑棋飞压 这 对 黑棋飞压 配置来说 黑棋还是 感觉黑棋 配置不错 对 嗯 不过这个 这个配置中间 它还是比较空旷的 白棋 肯定是要进去 我说实话 我对这边啊 AI的判断 嗯 我是有点 有点担心的 就是AI一飞压经常不理 它觉得便宜了 嗯 这个是AI的力量 我觉得人类还真的要 你要不能 就是说 你不动脑筋的模仿 是有危险的 对 局限说黑棋 比如说 黑棋吃这个子啊 有这个挡下来 煎一个 飞一个 这两个交换 肯定是很损 不是这个 这俩很损 或者挡在这 这俩也很损 就吧 比如说 这样是我们以前 老夏定时 现在变成这样 你这两个 在外面战斗的时候 非常损 是的 但是呢 AI认为 不管你怎么捕 我都有招 我有招 有各种的 腾挪手大 比如说飞这个 它拖了连班以后 有一整套的办法 对 就您说的力量大 它知道这个子 是能在 合适时机 适应所能用上 对 而你如果是 不会用它的话 那么你这飞压 不走就有危险 总之AI这个飞压 是我 我传达一个信息 它是经常不理的 但是我下 我这个不理 我就有点担心 就AI还经常能够 这个画腐朽为神形 就刚才那个大鞋 刚才那边大鞋 它也不理的 它你肩油 它有招 它能冲断你 然后气质什么 这些的转化 对 它判断是可以的 我们连人想都没想过 那个冲断 在那个地方活一个角 所以如果说 一味的模仿 你不知道后招的话 是不对的 那不行 它其实后面是有招的 它才敢那么下 接下来黑白鞋 它是点在这里的 这一点也是 这个悬点 确实没降分 要我以前给 那个学生抚反的话 这一点就我就批评他 这点第一感觉 就有点怪怪的 是什么原因呢 我说你这两个子 叫阴阳相割 你一定是有一个子 下来用不上 我就是简单这么分析 但是呢 应该说现在的棋手 是全局的考虑 对 它认为这个子的位置 实在正好是 跟这边的厚实配置 相对来说 你这边如果加我太近 不然我这地方 正好也有火旗的余地 它不怕加吗 余老 比如说黑旗加一手 加吗你这边 列为重复一点吧 但是你这个子 它能怕 这盒子跟这盒子 阴阳相割 这句话我没说错 那你要是完全的 被那个欺负 你说这边不是这样的配置 你这个走着 肯定是要降分的 那它这个用意是什么 就是和你交换一下之后 也许对我这个子有帮助 也不是 你这个子 毕竟我在压靠什么的 让你重复 趁着这个机会 这么大一块 你如果不动脑筋 被黑旗补上 就太大了 对这一定是 我那边虽然阴阳相割 但是对于这块 那个模样来说 我早一点动手 早点动手找好吧 对 后来以后 可能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个选点也是 当要我想到这个点 我是有点起鸡皮疙瘩 确实有人说 有点起鸡皮疙瘩的 怎么这两个子之间 你怎么都觉得形状不对 低感 反正低感不是在这里 是吧 但你一听九段选择了这个点 但AI也没给它扣分 没扣分 说明觉得也觉得还可以 是吧 虽然拖线我想到了 因为我跑AI跑了好久以后 发现这个飞压 非常拖线的 但是从这边反方向过来 我是没想到 对 这个就是总觉得 一个方向是有点奇怪 它如果说 比如说不管是在哪里分头 因为我们好像觉得 是一个正的方向 分头 是 跟这个位置来说是可以 但是这个分头 离这边确实近了一点 它可能从这边加的话 这边它近了一点 它也有它的考虑 这样 压起来 贴起来 嗯 退 白旗就 白旗确实也是有 这边应该是力量了 对 打吃的时候 我当时第一感以为 它会反打 但它是粘住的 这个跟我们以前一样 就是力量的 力量的战斗了 沾上这个形状是不太好 但是这个段也是非常 你看这个形状肯定是黑的好 是 这个形状肯定白的好 你这应该藏在这了 比我这个段 但黑 白旗牺牲了这个 就是跟后面力量是有关系的 对 黑旗选择是直接杀 我看了AI 它的一个选择 它是单地的 不过这AI的找我是下不会 它跟这边的配置完全有关系 可能会藏完以后再藏这个 这可以理解 因为黑旗白旗只能跳这个 而且这个下法 说老实话 到这为止就基本上是一本道 一本道 你现在如果不能加 加的话 它一反加 加完再一小间 对 这个一间 这可以打掉 不能给它冲一下 被它冲一下 再一间 再一间 你要这想 想要那个火 我都给你火都可以 这个白旗太委屈了 白旗也不能跳这个 跳这个刚才一样 它可以拖这个 拖 然后再压住 跟刚才没区别 还是只快一气 黑旗可能 我这还可以单肩 你连肩内头的后手 差不多意思 所以白旗只能跳这个 跳这个还真成立 这个袜 紧气的话 这俩子正好都管上用了 少一个纸 我还就是 提 利 这两个字 少一个纸 就一小间就死了 现在因为可以打出来 打吃 接上 接上 你怎么接这个 可以贴 贴提还是死的 不过这个 一样打吃掉 打这个 不过在这里死的 这个提可能要转换 黑的不一定行 这样就转换是吧 这样你打吃 我就第二了 天气跳住 再跳 所以也因为这地方正好有两个字 不然有一小间 所以跳这个是成立的 跳这个 间 你只能接上 这黑旗其实一立就能算到这一图 这个图的关键是好坏问题 肩 挡住 AI推荐 黑旗这个图 我觉得 从人类选手来说 从立开始算到这个图不难 不难 我们刚才这么简单的 给大家分析了 也就这些图了 但是难在这个到底谁好 在黑旗的这个模样里 让白旗活出一块 当然还没活干净 将来立一个 不用理 立也是 但是你就搬一搬 拖一拖也就死了 不活 外面是先锁 这个绝对先锁 但是不舍得交换点 这个是绝对先锁 对 这样白旗要不活 这个是 但是这样它可以不封这个 AI这时候连这个都不走出 挂到外面 这个我不太理解 我看了AI的图了 这样黑 它就选择这个 这样子确实是设计一个判断问题 判断 这样子可以看到 刚从白旗点这里开始 这样子能活出 也不算小 活了 完全活了 要我还赶快把这手机套现吧 不然它一跳出去 这一招还套现不了了 这个判断 AI觉得可以 觉得黑旗不错 是吧 AI这样觉得不错 这个但是 如果没有看AI判断的话 可能 黑旗不见得赶着吗 要判断 但是别的图都不行 我也招选这个 但实在这个图 看不清 显得黑旗可以 它实在的下巴是 注意大家看 黑旗是打这个在火 这也下得很强硬 这下部这个压死了 这边能过 要爬过 这看上去 黑旗好像一样 因为你没看到这个图不行 你刚才那个是判断不清 这个呢 说老实话是气爽不清 成不成立 丁浩还是选的 这难度就这个 对 丁浩还是选的一个 最凶的下法 白旗这部托是好奇 其实托了 打了虎的时候 就要算到它这个 如果简单挡 黑旗这一压 黑旗就简单了 对 但是它 这一压这两个子就死了 那么白旗只能是 靠这边跳出去 那你这个也不用挡了吗 它现在这个要过 这边要走 这时候呢 它用拖的办法 这有点 有点 有点意思 它想高级战术 它想先手足度 对 先手足度 你如果一扳 它一挤 就先手足度 它退一个就先手 那你只能按 你扳这个手 不 这个这样 它一退先手 那太简单了 这边要打了拐死 那边要断死 那它就只能扳 这样子吃了 打吃 提还是 然后它 它从这个打了再出去 这里提掉吧 提掉 打了接上 然后从这个 然后从这个再打 再从这个打出来 那边 就是这边 获得一点便宜 那黑漆 黑漆这个我觉得 是挺危险的 这里边还吃不干净 这个外面提这个 还是先手 对 所以黑漆没有扳下来 它退是最强硬的 退它就还保持着 压死这个爬过 还能爬过 就是我反正这两个 你给我一个 白漆尖 白漆尖 这个其实有点 应该说有点意思 黑漆如果没有这个拖的话 我黑漆最硬的就挤这个 那就是真是 鱼丝网破了 这一挤不能拐 拐有一段 我就大致沾上 接上 不知道 这样子它能爬过是吧 它爬过 它这个挤比较熟 这样跳出来 这会不会可以考虑 虎的这 还是接上 把这个盖出来也很厉害 把这个盖出来 这个变化 拐一下便宜了吗 我不知道 变化好复杂 它挤了吗 挤这个事情反正是 没有挤 最硬的是要挤的 这挤这个变化 也是头大 实际上没有挤 实际上是单粘的 我们看实战吧 单粘它就用这个挤 这个是足度了 它可以去爬 它也没跳 它没跳 它是爬的 它肯定是觉得你没功夫走 虎过来肯定算过快一起 虎过来的时候 它是快一起 如果虎的话 上面压住就可以了 这样子你如果长 它打持下 它也 太过来也快一起 直接压过来就行了 和那边没关系吧 它就弯一个 它这样慢一起了 它粘上就慢一起 那我怎么带 你这个可以考虑扑 先扑 也可以考虑先把这个压掉 我就不知道看有没有机会 这样打完又打这个 这个先冲 再打这样 你这俩不能被抽 我只能站 再退一个就够起 退就可以了 退快一起 如果这一起撞了 就退一个快一起 这边因为它出不来 里边是慢一起 是不是刚才你说 对这样单退会不会快一起 我不知道 因为你接的话 半战延下不延 12345 当然黑一起接上 白一起接上 白一起快一起 虎了我相信它是算清楚的 应该是黑一起快一起 就是它不怕白起虎 这样的紧住 它的气好一点 对 白起这边爬厉害 他先跳 爬不着 他先跳交换了之后 黑起也下得很硬 直接碰断 没有 然后白起再爬 你是我活了 对 黑起有没有必要这么强硬 如果出去的话 我觉得它从这部接开始 这边你不是这么盖死的 那么这边再出去 其实有危险 我能理解 如果说你这边是应该这么盖死 才是人生目标 等于你没去盖 你是在底下 就在底下爬了一个 白起相对来说外面还有先手 或者直接糊液 味道很不好 所以跳 冲断 这样直线思维比较简单 爬 都把要挡住 是吧 挡住的 哎呀 我们来算算看 如果断先手 白起藏这个直线手 这个是稳的 然后白起挡这个直线手 打了斑 四百七块一七 挡这个是吧 挡这个先手 这边打死 真死 这个藏这个绝对接受 应该你拍点 这么吃吧 这次结材不对 那边多半要打结 藏这个不得用 对 我就只能这么吃 这么吃 它就铺完打完一般 去起码打结 我直接走 本身也是打结 就这一铺就行 实际上也是打结 这样打结 那如果打了这儿呢 白起这个尝试先手 接完以后 尝试不算绝对先手 那不一粒还是打结 这代肯定是有棋 那就是打结了 那黑棋 这代肯定是有棋 就是白起要选择 对 白起要选择一个 他认为最好的一种 断肯定是要断 到这为止应该 还是先断这里 还断这个 断的时候黑起有单接的好手 先这个是吧 刚才虎太熟手了 可能单接 单接 单接好一点 这个 大起少一个新手 单接好齐 所以要先断底下再打 他也这个要不能错 不能随手 先断 再打 再打 等于先铺一下 和一样 如果你要提的话 提的话就打完一拐 还原 所以他干 那这个断一下亏了 不然好像很简单 现在只能靠这个打结了 那断的时候 接肯定是白的不行吗 这个还是不能 计算还是不能错的 这个 如果黑起原是先手 原是先手 绑下来 看这一带有没有变化图 哦 就可以 决意也是推荐的断这个 先断再断这个 如果断可能要被接上 这个对杀 对 这么来逻辑分析的话 应该先断了这个 那黑起就 黑起提的话 刚才已经简单 那个结肯定黑的不行 黑起只有打这个 打这个白起 用这个结 哎呀 现在是怎么样 这样 这样子形成结蒸 结蒸水好 刚才那个是白起多少 嗯 现在差不多 生率和初始生率 基本上还是一致 这样打结 黑起得以没工夫提这 对 这样 如果黑起 然后打结 这是结材白起应该多 如果黑起提的这个呢 白起把这个提活 我这个双方要花好多时间了 才行 对 这个护下来已经成立了 跟判断有关系 这边多一打 是吧 盖不住了 那边起要够 所以那边你要是再接的话 白起就要护下来了 所以你如果在补外面 他把那个也再提掉 嗯 转换 提一个 那还要合集到判断问题 看上去 很复杂 不 黑起要像这样已经是可以做到了 但问题是 不好判断 嗯 先手 黑白起先手活一块 怎么样了 这样 感觉白的还行 白起这边护下来还可以再 收收器 嗯 黑起是不是还打这个好 打完补一个再干净 嗯 那就是黑起这个结果是黑起可以做的 起来是黑起不够 还不够理想 所以他不肯提这个 这样的时候 你能看一下黑起的提掉的传号图 不知道有没有 嗯 我看一看啊 嗯 打这个结的时候 黑起最简单是把这个提掉 黑起可以拐在这 就提这个的时候是吧 拐在那更好啊 那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决意 有没有这个图 嗯 刚才是不是少下一个 没有啊 那黑起已经在那边压了一个 这个图已经在那压了 如果不压呢 就是说白起提的时候 嗯 现在实战黑起是 压 靠这个找结 是吧 嗯 能结财 就是如果他 他补这个 我是觉得 管这个补这个 我看看有没有这个选项 拐这个 拐这个 他真担心 他虎下来 没有这个选项 决议推荐是小尖 先尖这边 嗯 然后 这尖跟刚才意思一样 提的时候再拐这个刷了呢 没有 他也不拐 然后再靠这个 还是打这个结吧 是吗 再接着提结 再提结 然后白起压这个 这个太复杂了 挺好啊 这样子白起 黑起60 黑起这样 就是黑起还是 比较有力的战斗 嗯 那实在压的时候 白起脱先了 压 黑起白起 脱先提过来 黑起搬一个是结材的 你这时候 还要判断呢 这个搬是结材 这个还是 看看啊 哎呦 这个对杀 是米玉婷和 呃 米玉婷和丁浩 两个年轻人的 丁浩更年轻一点 我觉得 嗯 好 现在白起 黑起是 黑起靠 嗯 白起体啊 白起体 嗯 黑起搬一个多结材嘛 对 所以白起立 嗯 这个结等于是 黑白起是个两手结 是吧 嗯 外面结材 白起多得横啊 对 这一压 压 压只能结一个 结材太多了 结酷 对对对 没什么好想的 这只有结啊 他先没结 嗯 他是 这只能 先提一个 还快一期是 先提个结 号他一个结材 七四 看看啊 对 提一手 号一个结材 嗯 他不怕那个 哇 他这个计算力 也是可以 他加这个 他肯定是气够了 哎呀 哎呀 这个烧脑啊 哎 我们这白起不够啊 这样 他只有到这个 没有什么好想的了 嗯 提 接上 提 嗯 黑起不能接啊 黑起只能打这个啊 打 沾 提 白起也有结材呀 这都是结材 这么多结材呢 嗯 这样提 黑起 白起打一个 嗯 提过来 两提过来 它 不能粘吧 不能粘 粘在开这个结 开这个 中间跑出去 嗯 哎 这个一本刀 加这个 这当时黑起敢提这个 白起一加 黑起没有别的图 黑起只能断这个 这个是一本刀 提 白起只能提这个 嗯 黑起是不是铺这个是 现在铺这个是 这个地方不能算错 铺这个是好奇 有这一刀 啊 这个铺这个好奇 提他 他这手 拿这个 最后一个结材 拿这个当结材 最后代想 这样子你 无数的结材都没用了 那铺那一下 关键的一个结材 总你看明白了 哈哈哈哈 余老一直在那 哭哭思索 这个 这个 这 这 这手有一铺 这个 这个手有一铺 不能把这下先打掉 啊 总之呢 这个 那 还是很深的 计算来说 黑起为了一个结材 这时候先提一下 嗯 他算清楚有那个妙所 所以这时候提 还以由你犯错误 哈哈 你要不犯错误 还赚一个结材 那白起只能把结材卖掉一个 对 双方都很清楚啊 都算得很深 你都看到了 踢 黑起尖一个 白起再了 两手 然后 反打 你这个反打是好 实际 那黑起在这个花了一手棋 这时候反打 哎呦 你反打黑起 这时候不能跑 跑它接 嗯 提完以后 这时候一扳 把这个打成饼 这个结就厉害了 这个如果这样怎么 管是先手 它只能补是吧 嗯 不管是怎么补一手 最强的 补的这 补的这也没啥意思 补来这 或者补来这 嗯 补来这 结材少一点 黑起 白起一打 可以打 你这个结上 然后一提 这个就大了 这个结 这时候玩的比较大了 这材都没有了 这个一抓 哇 这个角 这是黑起的角啊 所以你 你 用那黑起有点问题 你黑起这个包被包到了 那黑起这个时候 又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这个被滚包滚到 也就是说黑起 白起啊 再断回来 这只亏一点点 嗯 就还说不上亏 在这个对杀来说 但是 白起蹭到这边先走 把这个兜这种事情干到了 那黑起就危险了 黑起 哎 那黑起的问题所在哪里啊 要不不压 刚才我像我说 连补两个是没问题的 有可能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实战被白起 滚打 滚打 你看那顺利有变化吗 有变化 白的不行 那黑起的问题在哪里啊 现在白起好 黑起的问题所在哪里啊 这个时候 它压也没可以扣分啊 搬了长的时候 往回退退看 刚才是哪步起问题所没搞的 这时候啊 黑的好还是白的好 这个时候也是白起好了 还要再往回退吗 那就往回退 这个时候呢 它提这时候黑起怎么吃 这时候黑起好 黑起应该什么图 看一眼 看一眼啊 哦 应该这边都不要了 就粘住 这个粘吧 不能这边先动手 你还最后被人家倒回去 什么也没有 嗯 这时候粘 这边你随便你怎么吃 这黑起白起还是可以打啊 这样就清了是吧 啥都不要了 这当时这两手还没交换 啊 这两手还没交换 这样的 那天啊 贴也不要了 哦 这太复杂 这里面 太乱了 太乱了 那把这个接了 这三个可能都可以弃了 这个一接脚伤是什么情况 脚伤白起也欠手期 不不 你走它跳出去嘛 局部是活的 你外面挡它补一个嘛 嗯 它比这个 这样一打就打死 它立了一个已经不会死 哦 那黑起这部鸭 AI是选了鸭 但是你会玩 那边要通通气掉 对 你不能搬下 那还不舍得 最后被白起滚包 白起那么一走 已经是可以滚包了 你这样一提节 白起一鸭这个吃三个 然后转身就可以包你了嘛 对 它其实这时候就可以包了 所以说白起当时就是 把这个脚了 这边全部看清 这边反正已经得分了 哎 那边反正 我这边给你感觉 看情况 哦 这一下就 现在被包到了 就麻烦了 对 实战呢 实战的下法 实战搬完走嘛 你提得节嘛 黑起白起一贴 黑起扛了一下 这扛一下没必要嘛 扛一下 扛没扛一样 提回来 这我背下来了 尖 然后黑 白起打这个 这一招成立了 这一招成立了 这一招成立 这一招成立 这招成立了 其实这个被打到以后 再打到以后 白起胜率已经反敲了 这打到 看看去就不对了 白起再提 这一招打到以后 对 随便弄弄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断回来了 白起断 白起消劫 从形状上来看 确实是 这时候黑起 有点 黑起把这个接上 白起 这个黑起断了多好 粘了 对 现在 现在黑起粘 现在黑起粘 黑一粘现在黑起多少 这好坏也粘回来了 那边不相当于 这一粘 黑起 白起胜率已经有86了 这一粘白起 如果不粘呢 不粘也不行 走着 把这个断回来 啥也没得到 我看看 黑起要补一个 粘的时候 白起是75 刚才后面又下了几步 白起一直在涨声率 黑起87要不接 黑起不接怎么回事 不接 看看走哪里 还是推荐接 那就是滚了包就不行了 对 就是滚了包之后 白起胜率反超了 那就不能回头 没办法 黑起必须 下到这个 这里的时候 包永远是不能被滚了 看来 这个时候 白起已经胜率高了 你接这个白起 要把这个跑出来 那一坨还很危险 把黑起打 这只能打 踢掉 白起压是先手 后手 白起现在就是压 压是先手 黑起还是硬了 现在硬 不硬就被 煎死了 硬 它 问题 这个压是先手 这块快死了 它敞来这呢 敞来这压下来 也快死 不硬它是怎么吃了 煎就是 对 然后可以摆起 它提的 提的就长下去 怎么办 它是不是还提一个 没有长 你都过一煎 对对 做火 问题是 拐下去肯定是不行 死了这样 拐下去就死了 如果是拐下去就死了 只能靠这个拖 相当的苦 这样苦 这个还是看听天由命的 不是 它是搬 黑起先打 然后粘住 这很难啊 这个漆 如果跳呢 它是不是也是虎啊 虎呢 白起立下去呢 外面搞定了是吧 白起有没有必要这么狠 就尖这个 对 外边 乱战 几气啊 那个是 一二三四五气 黑起好危险 后来接着这了 就要打掉 对 如果白起接上 那就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就白起没有必要 白起 现在白起就优势了 对 白起是 就是要攻杀一阵就优势了 在这么街上啥图啊 只有武器啊 很想干这事 我看看要不要看一眼啊 你如果尖 我压 我已经有士气了 不过 决议也是没有推荐战 那不一定啊 决议会下 他只要90%就我定赢了 那我们人类还是把他吃掉嘴 他有可能算了杀的过程中 有可能 我看看 决议有时候 他有可能觉得不杀胜率更高 反正他总是下队 对我们人有时候下的不对啊 这确实这个对杀也有点危险 虽然已经有事情 这个也很乱 对白旗来说 白旗压到这里 白旗胜率 这个看不清 这个看不清 这个摆到这儿的话 白旗胜率已经96了 好吧 没必要了是吧 没必要那么那么狠 但眼看他只有武器了 很想去 这工艺版确实是 比想象的盐库多了 从那个白旗版 从这个喉出来开始 一下白旗走那么多 黑旗最后只有两眼活 实战 白旗 把这个爆掉 把这个爆掉 这个简明优势啊 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胜率啊 好 看一下形式是吧 我们现在简单是看一下胜率 但是实战的时候还是很想 如果能吃掉还是想吃掉的 我觉得白旗也会考虑一下 当时应该也是计算了一下 还是觉得有点 有点混乱 他可能还是像刚才我的那种判断的办法啊 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他觉得比如说点幕啊 各方面我们 因为下棋的时候可以安静的思考的嘛 对 那个 这方面我觉得基本上 因为你搬这个 它可以跳出来的 也就是你外面一个线索 它不活 是 这样 那么 可以点幕 再加上这一个心 按照 我的经验呢 这个心底两个头是有的 中央还是白旗控制 然后再点一下幕 好 我们现在 时间也比较紧 25 2627 黑旗只有30亩 白旗只有5亩 加这在嘴里5亩 10亩 15亩 25 白旗已经30多了 对 白旗已经30多了 黑旗呢 这个25 加这也就30亩 然后呢 这两个头最多顶这个 顶这个心 然后白旗 白旗中央控制 白旗中央控制 这很像 白旗这还有先手 是 后来 这一段还先手 后来也是交换到了 那这还先手 也就是中央的绝对控制 然后你还贴幕 幕术 这一片加这一片 跟这个差不多多 对 那么我这个心顶你两个头 我白多中央 优势中央控制的话 你贴幕是太难下了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黑旗 白旗 这样判断是比较简单 我估计对局者 也是用这种判断的方式 比刚才算那个杀器 要简单 对 这盘旗呢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也是只能给大家介绍到 现在了 确实现在局势也是白旗 明显的优势 AI是96 AI给出98了 那我判断是幕术 差不多白旗白多中央控制 对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这盘其实最终也是 敏于挺久段的 也牢牢把这个优势掌握到了 最后直白中盘战胜了丁浩 那么为江苏队也是拿下了 关键的主将战胜利 在后面还有三盘 下面三盘赢一盘 江苏队就晋级了 对 好像最终是江苏队晋级了 那这盘太关键了 是 好的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余老师做客 演播师和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 我们还会继续为您介绍 季后赛第二轮的争夺 欢迎接受收看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